各位学员,大家好!我现在来帮你介绍这个Android的多重接口的范例 Android很善用多重接口的机制 因为多重接口能够让一个类别或一个对象能够呈现多样化的服务 譬如说我们挤过这个麦当劳 那么他有多重接口,所以他能够提供给一般走进来的人的这个服务 那么同样的他也能够再开一个这个接口呢,来给汽车的人来做这个服务 那这个就是有多重接口呢,他就会有多样化的服务 这里就讲麦当劳呢,有室内用餐、外送、车上购餐等不一样的服务窗口 那么多样化的服务窗口呢,就让麦当劳呢,有多重的服务接口 可以收更多的钱,做更多的生意 OK,同样Android的对象也提供各式各样的接口 OK 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个例子 看一个例子 可以看到Android的 好,这第一个你看 AC01 这是一个类类 然后呢,继承的Activity 好,再来咯 关键再来到Implement 就是实践,实现这个接口 这个叫实现接口 OK 实现这个接口 实现哪几个接口呢?写在这里 一个接口 叫On Quick Listener 一个是On Quick Listener 这是两个接口 这是Interface 1 Interface 2 所以叫做实现两个接口 所以 AC01 这个对象 至少有这两个接口 一个接口呢 叫做On Key Listener 那另外一个接口叫做On Click Listener 有两个接口 OK 就看到了喔 就两个接口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个函数就是来自 刚刚的第一个接口 这个也是来自第一个接口 这是来自第二个接口 有没有 就这样 所以 它既然实现了这个接口 那接口里头的抽象函数 就要把它补起来 写这个代码 把它补起来 把它补起来 对不对 就这样子 OK 好 那再来还有一个Surface View 这个Surface View呢 继承Surface View 它implement 叫实现接口 它实现了一个接口 这里是一个 那刚刚是两个 刚刚是两个接口 OK 然后这个 这个接口就定义了三个 函数都是抽象的 所以呢 这里就必须把它补起来 这里把它补起来 那这里虽然 没有要补什么东西 但是也要一个空的 补空的 但是不补不行 OK 一定要补这样 告诉他说 我有补 只是我真的没代码 OK 好 那这个说明了 MySurface View 它实现了一个接口 它提供了一个接口 然后 这一个 这个接口呢 它定义的 有 这一个Surface Created Surface Destroyed 等等 三个函数 那这一个 AC01刚刚看过了 这就实现了两个接口 两个接口 然后 这个是来自 第一个接口 第一个接口 第一个接口定义的 这个 两个函数 这个接口 就定义了onclick 这个函数 所以呢 AC01提供的 这两个接口 它就必须 去实现 这个 onkey listener 的抽象函数 这个函数 要来 把它补起来 onclick 把它补起来 那这就是Android的一个 多重接口的例子 OK 好 那我们 接下来看 这个 多重接口的 转换 那么既然 一个对象 可以有许多个接口 那么 这不同的接 而 这多个不同的对象 也可以支援 同一个接口 这我们看过了 就是 你既然有这个Idense Idense 这个接口 那么 这一个Snoopy 也可以来实现 那Dog也可以来 提供这个接口 那么这是我们 刚刚的例子看过了 因此就可以互换 那 但是 我们 也可以做 创造的接口的变换 以对 对象抽换的空间 例如呢 这个 如果我们有两个 两个这个接口 比如说 比如说 不同厂牌的轮胎 那可以支持一致的轮盘 以至一辆车子 能够 递步换新的选择 就 就增加了 那 同样的 一个轮胎 可以配不同的 轮盘 这里再说明的就是说 如果Snoopy跟Dog 那它同样的 提供同样的接口 那么 它的这个换新轮胎的时候 那我可以选择Snoopy 或选择Dog 所以增加的空间变大了 那就是我们刚刚 上一节所谈的 这一个 互换性 互换性 那现在呢 我们要 谈的就是说 那 这个 如果这一个 如果这一个 有两个这口 像这个 麦当劳有两个这口 那么 那么 那这两个这口呢 那我们 就可以有更多的空间来配啦 变成说 这个麦当劳有一个这口 那也提供另外这口 那么我 就可以选择跟他talking 也可以选择跟他talking 有没有 好 例如说 这个麦当劳有两个 那么我 开车的时候可以走这边 这个 不开车的时候可以走这边 所以呢 这样也增强了 我的方便性 增强的方便性 如果 一个轮胎 可以搭配不同的这口 那就 适用于不同的车体 那么有一天 这个 肯德基 那他也只提供汽车的 这个这口 他也提供汽车的这口 所以呢 当我开车来的时候 我可以看麦当劳人太多 我就跑去肯德基 有没有 所以呢 这个 啊 啊 当这个 一个 轮胎 可以配不同的这口 啊 可以不同的这口 那么 他的 这个适用性 就变更大了 就变更大了 OK 所以 因此呢 这个 啊 让不同的汽车 提供同样的这口 啊 同样这口 啊 一个汽车 可以提供不同的这口 那都是 可以增加 更多组合的空间 啊 所以呢 他的这一个 大家的一个组合空间 就变大了 你可以 有更多选择钱 我也有 这一下谈这个意思 啊 就是 我们原来是说明了 这样 啊 啊 这个多个 两个 可以提供 同样的这口 现在是 一个 可以提供更多的这口 那 大家的空间就变大了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impoe 啊 这impoe呢 目前有 这一个三个函数 啊 目前有三个函数 那 现在来写一个 man program man program 所以new 就产生一个 impoe的对象 然后呢 那他就可以调用他的 这一个 set name set salary 啊 还有bonus 啊 这样子 OK 这没有问题 这是典型的 类别的使用方法 啊 他提供多少 那就提供多少 所以呢 那impoe里头呢 这个public的函数 你看这三个 都是public public public 所以呢 他这个接口呢 这一个 啊 这一个 impoe的接口 啊 就是他的public的函数 啊 就这样子 啊 所以 这个public函数 就包括 刚刚的那个三个 啊 包括这三个 所以所谓impoe的 界面 就是这一口 impoe的接口呢 就是包括 啊 这包括 啊 包括 所有的 的 的 这个public 啊 的 这个函数 OK 包括所有的public函数 就包括 setName s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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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bonus 透过这个这一口呢 来存取这个 对象里头的数据 啊 以及 调用他的 行为 那么 由于一个类 可以实现多个接口 就跟刚刚的AC01一样 所以我们可以定义新接口 啊 定义新接口 然后可以增加 弹性的空间 可以增加弹性的空间 啊 例如呢 如果impoe的开发者不希望别人 知道impoe的名称 就可以透过接口 把这个impoe 这个类的名字 把它隐藏起来 只要把这个接口名字给别人就好了 所以我们就来定义一个 IEMP 这样的一个接口 所以我们就定义一个 IEMP这个接口 叫Interface IEMP 那里头就是这三个 这三个函数 这三个函数 那在接口里头呢 因为本来就是要给别人用 所以呢 定义在Interface里头的 这些函数 都是public OK 不用特别写 它叫public 所以impoe就来实现这个接口 所以要把他的这三个函数把它补起来 把它补起来 OK 那这样子impoe就OK了 然后为了让这个impoe的类名呢 不要跑到climb 不要跑到climb 所以我们又定义一个叫做工厂 叫factor 然后他的factor的目的 就是来new impoe的 的这个对象 对象 因此呢 我们就可以 那这个impoe呢 这个factor里头 这一个 它定义成是净态的 就是我们讲的class table 的这个 的这个函数 class table 的这个函数 叫做new employee new employee 那还记得吗 静态的函数呢 前面要用类名 要用类名 点 这个 static 的function OK 类名 static function 所以呢 我们这里就是factor 这是类名 然后呢 静态函数 因此呢 它就执行到 这个静态函数 静态函数呢 就把这个 impoe的对象 把它new起来 new起来之后 把这个j口传回来 那这个时候 就有一个impoe的对象咯 那他提供一个j口 这个j口 叫做 iemp ok 那有了这个j口 那 现在是x 是一个参考 他就参考到这个j口 参考到这个j口 ok 他叫new一个impoe的对象 impoe对象 有实现一个j口 他就把这个参考值送回来给x 所以 这个是在man里头的 这是man man里头的x 所以x就可以送message send name 还有send series 就可以把它存进来了 存进来了 这样子 所以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看得到了 这个impoe 这个跟j口就分开了 所以在整个 event function里头 看不到impoe的这个类名 所以有一天 你要把它改掉 我这impoe呢 改成呢 这个ximpoe 对不对 那么我只要改这里就可以了 所有的client都不用改 都不用改 所以呢 zman只看到这个j口 而我们也看到这个class 因此呢 我们就把它隐藏起来 所以这个幕后的类名名称 被隐藏在factory跟impoe里头呢 所以就创造了这个高度的错换性 就是类名都可以随便改 类名都可以随便改 只要提供一样的这个j口的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 就来换换看咯 有一天 我们这个j口没变 但是 我们改成worker了 我们把整个impoe都把它换掉 对 impoe的类都不要了 换成worker 来实现 一样的j口 实现一样的j口 然后我们factor改了 我们改成叫newworker 改成叫newworker ok 所以这里头改了 改了之后 这一个 你看一下 这个jman jman什么都没改 所以你看factor new employee 对不对 所以创建一个 这是man 所以里头x也没变 然后呢 x呢 那这一个 因为 因为 这个worker也实现这个j口 是i bmp 对不对 然后这是worker 所以把impoe换成worker 但是实现一样的j口 他一样的参考到他 所以一样的 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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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整个我们把 这个impoe换成worker了 但是整个看来都没变 所以呢 我们把日光灯的灯管换了 灯座通常不用换 对不对 我们把汽车的轮胎换了 引擎通常不换 对我们把火锅店的锅子换了 桌子通常不换 这就是一个完美的 这一个软件j口 的一种应用 OK 好 那你知道 这用意啦 那剩下的就很简单咯 所以impoe 被抽换掉了 换成worker 对不对 其他的 函数内函也改变了 但是 很好 就是整个clime 不受改变 不受改变 所以呢 这个 因为 这个worker呢 要提供一个这个j口 对不对 提供这个j口 那自己也定义了他的j口 所以他有两个j口 他有两个j口 ok 所以这个impoe j口 就有这三个 然后work j口呢 有比较多个 比较多个 所以使用 impoe j口而不使用work j口呢 好处就是 我们的 这一个 刚刚所看到的 这个clime 就都使用这个j口 所以呢 我们因为 有这个j口 所以就可以互换 对 因为两个类别呢 都支持这个j口 但是 这个是worker的j口 但是impoe 没支持 所以不能靠这个来互换 只能靠共同的j口 来做 互换性 ok 所以因为worker跟impoe 都有这个j口 都有这个j口 那 也就是表现成这样子 两个都有这个j口 所以呢 我们就可以互换 可以互换 互换的意思就是clime 都可以不用改变 都可以不用改变 所以呢 这支持的 多个j口呢 就是有智能好处 那 如果只是支持这个j口 那没有这个j口 我就不能像刚刚那样子的互换咯 ok 好 那这个 我们再来看看 同一个对象多个j口 可以互相转换 ok 现在worker 哪有这个j口 对不对 worker有自己的j口 就是所有的 public都算他的j口 那也有这个j口 ok 好 那我们自己来看咯 现在 有一个worker叫y 所以new一个worker的 就是 我们现在在这个 man里头 man function里头 有一个叫y 那么 new的一个 worker的对象 就是 worker 的 object worker的object ok 然后呢 他把这个 reference 给y 所以 y呢 就reference到这个worker的object 好 然后就可以 对他 set他的 内容 没有问题 这是标准的做法 标准做法 然后注意一下 这个y 啊 他是对到这个j口 他是用了他的 这一个 啊 worker这个j口 就是所有的函数 组成这个worker的j口 所以呢 他基本上 他应该是指向这里 跟engine来讲 指向这里 所以这个是用了这个j口 因为worker本身 就有一个worker的j口 好 然后再来 这个y 把y呢 我们这边再设一个x 好 这个x的type是 另外一个j口 iemp 对不对 那因为这个worker呢 还有一个iemp的j口 对不对 所以把y 给x 把y 转成x 这是x 所以 把worker的 这个worker的j口 转成y 转成x 这个 这样的j口 那 这里可以转 为什么呢 我们有说过 这一个 worker的 里头含有 就是整个类里头的 这个public函数 就是公用的 但是 这里头呢 都会变成这个 这里的public函数 所以当你去implement它的时候 等于是 它就包含了它 它包含了它 所以比较大的 可以转比较小的 所以这个时候 这个 把y给它 所以它就指向它 OK 因此就可以cobonus 是这样子的 cobonus 好 那我再说明一遍 好 因为y 它是针对worker 这样的一个j口 worker的j口呢 就是所有的public函数都算 都算 那因为iemp 里头就定义的 这个j口就定义的抽象函数 而且是public 那么 它被它implement 所以都变成它的public的函数 所以 这里头的 我们刚刚所看到的 总共有三个函数 都是被包含在这里头 都被包含在这里头 我们再回头看一下 在这里 这个impoee 我们现在来证实一下 这个是包含它 包含它 你看impoee里头呢 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 那sherry就是这一个 是worker都定义的一个age 这个就这一个 所以呢 它包含它 那么 比较大的 转比较小的 没问题 比较小的 转比较大的 有问题 ok 因为 这边的client 要用到这三个 所以 从这边转过来的时候 这三个过来 这一个没过来 那没问题 但是如果这样有一个client 一定要用这边 那么它会用到setage 但是你这里没有 所以 小的转大的 你转不出 这个东西出来 对 所以呢 小的转大的 有问题 大的转小的 没问题 所以这里是大的 转小的 大这口 转小这口 是没有问题的 ok 所以就变成这样 把大的这口 转小的 转小的 是没有问题的 ok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 一样的 就是i input enp 然后work 也是实现的 i emp 这样子的 ok 然后再来我们看 这个main 所以一样 有个y 有个x 这样 这是main 那有一个y x 那是x是i enp的 这个口 这是work 的这个口 啊 work的这个口 ok 所以呢 现在 你有一个work 所以这边 你有一个work 的 对象 work的对象 然后再来呢 就把它的紫色的进去了 然后这个对象呢 就给x 好 给x 这样子 所以 它就指向 这个 i enp 的这口 就work有一个 这口叫i emp 那因为它的形态是i emp 这个 所以呢 它会指向这个i emp 这个这口 好 那么work本身 还有一个这口 叫做work 还有一个这口叫work ok 所以这个时候x 转到y 这个 从x 把它 转到y 对 转到y ok 那这个 x就换一个新的 换一个新的 ok 好 那这种的 刻意的转换 那这个可以 就是 把它 换到一个 比较大的 好 那这个比较大的 转换呢 是可以的 但是要特别的 在这边要表明 ok 好 表明 好 那这样子的 这个 啊 就是原来的 这一个work 就是y去指向它 再换一个新的 好 这样子 所以呢 之前的建立 的对象就是它有这两个 那 那 这个时候 就让y 就指向了 这一个 work的这个 指向 work的这个 如下 好 这样子 ok 所以它就从这个 把y 就指向这一个 它再指向另外一个 新的 所以指向不同的 这一个 对象了 啊 所以这个时候 那么 y 啊 这个时候 如果上面写成 这样子就有问题 因为 inproe 这一口呢 只提供这两个 这一口 便会提供work 这个这一口 所以呢 这样的一个替换 这是不合理的 这是附带的说明 好 那这次在 说明呢 啊 这样的一个 啊 刻意的转换 啊 这是 ok的 当然 这个有时候呢 会跟语言的版本有关 啊 等等的 所以你要去了解一下 这一个 啊 接口呢 大接口 转小接口 小接口 转大接口 那么 它的这个 限制在哪里 啊 那有时候呢 因为语言 啊 的这一个版本啊 还有平台 啊 的支援 这个不一样 啊 这个 你所看到的 这个是属于一般的 加瓦的奏法 对不对 好 那么 当你去了解这个 接口的互换的时候 这个叫做Casting 就是转接口 叫转接口 好 那有时候呢 这一个 转接口上面 要明显的叫Casting 那有些呢 叫Default 啊 那这个时候你要去看看 如果Default 跟这个明显的叫Casting 有什么样的区别 啊 这是啊 随着很多环境 啊 很多版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要留意一下 就可以了 但是 很重要 你要知道 好 同一个 对象 有两个接口 这两个接口呢 是可以互换的 是可以互转的 但是 转换的 这个 这个以法呢 这个你要留意一下 它是有各种版本 不同平台 可能会有不同的限制 OK 好 那我们 啊 在这个部分 转接口的部分 就将你 就讲到这个地方 好 那我们 等一下 再来看看 这一个多重接口的 Android 转换的部分 OK 好 谢谢 谢谢